Hello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,我是爱你们的迷妹,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《远胸毕露》,胡子哥是一家报社的记者,他被上头派去非洲一个处于内战战火的地方,拍摄一条关于鳄鱼的新闻,胡子哥觉得太过危险,但是老板以工作相威胁,他也只能妥协,同行的还有一个对这条新闻非常感兴趣的女记者金发妹,和自己的好基友,摄影师小黑,到达当地之后大家才知道, 这条鳄鱼已经杀了上百个人,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,就在他们前往寻找这条鳄鱼的几天内,又陆续有人遇害,当地的巫师甚至预言,他们会找到想找的东西,但是也会找到死神,看来这注定是条不归路,众人将信将疑,还准备了一个巨大的铁笼,要将鳄鱼生擒,没想到当天晚上一个黑人小孩就钻进了笼子,想帮他们抓鳄鱼,结果差点被鳄鱼吃了, 原因竟然是他想要跟他们回美国,不想再待在非洲,众人也因此看到了行笔铁笼还庞大的鳄鱼,小黑在临行前派到了当地人以极其残暴的方式,屠杀无辜家庭的食品,幸好小黑在被他们抓到之前跑了,金发妹认为他们应该曝光这件事情,改变非洲的现状,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徒劳的,没有人会愿意管远在天边的事情, 当晚他们的湖边小柱就遭到了鳄鱼的猛烈攻击,房子损坏了,众人也不敢下水,直到第二天有直升机经过,众人赶紧呼救,但没想到跑上陆地之后,好几个黑人宠他们开枪,还杀死了他们的同伴,正是之前小黑拍下的屠杀视频主角,一星人四散奔逃,但他们怎么可能跑得过四个轮子的, 同伴们都成了猎物,小黑和众人跑散,遇到了那条残暴的巨恶,死在了他的嘴下,只留下一个摄影机被胡子哥发现,胡子哥也明白了,为什么巨恶会成为巨恶,内战和种族灭绝产生了无数的尸体,是被扔进水里的尸体成就了这个吃人的怪物,让他净化的如此庞大,是人类自己制造了这个灾难,当地人很快就抓到了胡子哥,要他交出保存视频的电脑,否则就干掉他们, 幸好机智的胡子哥将他们引到了鳄鱼所在的水域,然后凭借主角光环私立逃生,带着谨慎的金发妹,和一心想去美国的非洲黑人小孩,踏上了回乡的路程,这部影片想表达的大概是人比凶狠的动物更可怕,但是一边说巨恶,一边又稀里糊涂地讲起了非洲的内战,剧情堆切得太过分散,让我有点不知所云,鳄鱼出场的次数和凶狠程度也只能说一般,就不多做推荐了, 好了,今天的电影丢地上到这里了,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,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,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电影,小期见啦